哈喽大家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君翰 ok so 今天呢主要来讲啦 我们的命题很简单的 就是Triple 2 那当然啦 你要明白这个class只有两个小时 so definitely 你 不可能做完整个Triple 2的 ok 我用两个小时交完你Triple 2 基本上我们就做飞机了的 所以那 那份note出来 就是我准备你给你的那个 seminar notes 很简单的 它里面有多过 ok 里面有更多电视 as well 它有objective给你Tri看做咯 可能有的时候你做structure 你会觉得 哎 很显啊 写到很累啊 那么你做你的objective啊 ok 所以总会有一些东西你可以Tri to做 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 at least你做 ok 所以如果你那天你觉得特别懒 你跟自己讲 哎我拿那个书出来 我做一两题objective啦 那我跟你讲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的 你做objective啊 你不可能只能做一题的嘛 就算我讲你做一题啦 你就不小心偷看到第二题 那么你就跟 你就一直骗自己跟自己讲 哎 反正我都做好啦 我做完下去咯 反正我都做好啦 我做多一题啦 那你每天 你要做很简单不好的 就是大家哦 你读书为什么没有motivation 因为你 你set给自己target太多 你跟自己讲 我今天要读完channel2 我今天要读完channel3 那么你一定不够时间的嘛 然后你就觉得很很很很 你觉得 哎 whatever I promise myself I'm not doing it 然后你就觉得读书就是险 right so why not right 你换个情况 可以读书很简单的 就是contently在骗自己吧 你跟自己讲 我做一个objective啦 ok 我要你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把那个书打开 你只要把书开了 你真的不会做一题吧 的你做好一题 你跟你骗自己哦 你就讲哎我做多一题吧 好吗 不会很累的吗 right 我做多一题吧好吗 不会很累的吗 你你这样子坐下坐下 你发现哎呦原来我怎么做完了 ok 那么当然你说我真的是累了 ok 那做完了够你就停哦 but你看哦 你一开始答应自己什么 我要做一题罢了 所以你还是做到你自己所答应自己的东西 你就不会觉得哎呀 我我demotivated 因为我没有做完我自己promise的东西 嗯 所以那个重点我讲真的 最重要是什么 是开始 而不是可以做多少 ok so那时候我准备一些objective给你 maily来讲那objective 其实我我应该在班上我在这个班啊 我没有要讨论了 因为objective呢是extra练习准备给你的 然后里面的练习讲真 我也准备多过了 就是我memount是准备多给你to practice的 里面的问题呢 他是啊参参的啦 就是我讲exam style啦 就是考试到问题 很多人以为你们问题是你盲目在读书 你读吧 然后你都不懂考试是什么 尤其我讲啦 你们第一次考试就直接考me term的 你马上直接考me term的 那个你的第一次考试我 然后你就没有概念of他到底会出什么 或者是他会问什么 那么很简单的嘛 你just试试看做这些问题 你就大概知道 诶原来考试长这个样子 他就不是你想像这样子 就是oh physics cal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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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不了 It's not true The idea是其实会有差参参的 Calculation是part of it OK 你会有theory 会叫你解释啊 会问definition啊之类的东西的 OK Now regarding这个definition呢 其实很简单的 definition这个东西啦 我这样讲啦 definition走 你要不要背呢 随便你 OK 我不勉强的 But我just告诉你 每一次考试一定出 他一定出的 通常大概五分左右 对一张paper我们讲真正paper2啦 你paper2 整张paper下来是100分的 一张paper2是100分的 那么他at least会有五分呢 是definition 就是五题咯 OK他问你 what is the definition for speed what is the definition for velocity what is the definition for momentum 这些东西 so一提一分 一提一分 那当然我可以理解啦 你说哎 可是definition很多来背啦 chapter1又有chapter2又有 所以that's why为什么 我通常会建议大家呢 你 读完全不同事情先 calculation做好先 theory你读完了先 essay你读完了先 你真的有时间啦 那么你才去读 那个definition 因为讲真的 definition真的是需要 invest很多时间是真的 你要背嘛 right so 那个我不勉强 but当然你要明白啦 如果你说哎 我不要背definition 我把这个五分丢掉 然后你把那个时间省下来呢 是for you to 读别的部分的 OK不是说哎 我省那个五分下来 我就可以摆烂 我坐在家 我坐在家里 我躺在椅子上面 我just烂掉 right now 当然你要明白啦 你的时间是省下来 for别的部分 that可以令你拿更多分 这样子可以理解 嗯 那我给你看下我们的notes先啦 OK 来等我一下 我share一个screen先 我给你看下我们的notes right 还是一样咯 same place to where你 你哪里去download这个pdf file 你就同样地方找啦 OK 如果你是我学生的话呢 其实我也会post在我们的google classroom啦 方便你可以自己找到 你就不用去找什么 之类的啦 OK 嗯 那主要来讲呢 这一份是我们的notes 哎 sorry啊 那 你的notes 是不是长这个样子的 有没有 这样子 OK 那这个很明显啊 拿着苹果的就一定是牛顿了嘛 对不对 大家大家对这个牛顿理解的重点就是 苹果掉下来打到头 我跟你讲啊 其实 苹果没有打到头啊 对 那个是故事来的 OK 他是掉在他前面 他看到苹果掉下来 他发现原来有地形影力这回事 Bottomwana 这样子讲比较好听嘛 他就比较神话一点哦 掉到打到头突然间 原来这个世界有地形影力 It's not true啦 OK now anyway 我们看啊 chapter 2 I think大家都 都上这chapter 2啦 现在对不对 我做一个checking啦 你们 大概在哪里 就是学校老师教到哪里了 chapter 2 I think 开始是一定开始了的啦 大概在哪里 roughly 哪里 就是你在班上你睡醒 你醒来了 你刚好看到黑板 他写什么 finishchapter 2了 OK finishchapter 2是一个好事来的 hold finishchapter 2 那么我 我expect你有basic一点点啊 OK but don't think 你有问题还是可以问的 你说我不是很记得了 It's ok I mean that's the whole point Revision momentum 2.8就是上完了啦 其实 inertia OK 2.4完了 inertia是2.4 motion graph8了 OK 还有什么velocity time graph 有一点小慢啊 suvak suvak很前面 suvak是chapter 2.1 wait是2.8 那么是搞点了的 suvak superslow 2.1很慢 ok 我这样讲啊 我跟你分析一下 这个chapter是怎样 work 首先呢 detail叫force and motion 它分两个part的 OK force and motion 是一半一半 so here's the thing 其实你的chapter 2 前半部分 一半前面 它都是motion来的 你想看你的前面学什么东西 那些linear motion ticker tape 然后那些formular不是麻烦的 然后还有motion graph 然后还有你的那个free fall 然后还有momentum 那这些都属于我们所谓的motion的部分 而你后半部分呢 就是chapter 2 后面的部分叫做force ok那为什么会link在一起 你说force跟motion有关系吗 你想看啊 一个东西为什么会移动 why an object will move 为什么它会向前走 because你apply force嘛对不对 你推它 那么我可以讲 其实重点就是force会产生motion 你如果推一个东西 它就会动 你推大力它变快 你推小力它还是变快 可是没有变这样快 所以that's why啊 你看force会产生motion 是为什么一起的原因 当然你要先学这边 因为你不会motion 你如果这样 我们讲我叫你force先 然后force了过后啊 它叫你算motion 你说我不会哦 我不懂怎样算velocity的 我不懂怎样算acceleration的 所以咯 那个问题在这里 so that's why right what happens是啊 那还有多一个东西 大家很想讲的 每次能给我这种借口的说 我不是不要读书 我不懂哪里开始 我不懂怎样读 ok 我 我不懂我读完了没有 ok 那不要紧 我给一个study guide你 so这边呢 有个check list ok 那你这个check list很简单的 它是一个guidline 你可以把它当成study guide ok tips就还好 因为我跟你讲 第一我不喜欢tips这个东西的 like like 我不相信tips这个东西的 and then我也不喜欢学生 靠tips很危险的 我告诉你 你你讲真的啊 如果我告诉你 诶 考试啊 这个guarantee出 这个guarantee出 不出你来找我 那么 我讲真的啊 它就算不出啦 它真的不出啊 你能够讲 你结果还是考试了 你分数还是考乱了 so为什么 我宁愿来 我给你更多 我告诉你 每一个东西 你需要知道的 每一个subtopic so that's why哦 你就可以一个一个去check它 你就问自己 诶 我会不会分 distance跟dispacement的分别 会 你就打勾 ok 会你就打勾 那这个东西啊 它是for你的 你不需要骗自己的 right so你这个check list 你真的会 你才打勾 你不要硬硬打勾 你说诶 怎么办 明眼考physics了 我还没读完 啊不要紧 不要紧 我勾完它先 我勾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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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 你勾完了勾怎样 你就是为了自我感觉良好 有point吗 你明白我的意思 你觉得自己很爽 诶我读完了 你懂的 你自己没有读完的 and then这个不是一个magical charm 你懂吗 it's not like 你勾了一下 trent间那个knowledge会出现在脑里面 诶我会了 那么我讲真 我后面准备这样的练习 给你做什么呢 我不如直接啊 我跟你讲啊 这份东西 你来回家 你就print出来 够你烧掉它 那个灰掺水 够喝掉它 你就变聪明了 那么这个东西 就是你去神庙会做的事情 对不对 exactly 所以that's why啊 你不要骗自己 灰你就狗 不会就不要狗 然后不会 反面不会怎么办 不会then find out more 所以为什么这个是个checklist给你 你就讲 我好像会又好像不会 那么你就回去那个part 你读更多 你回去revised 到底那个s 那个v 那个u是怎样用的 这个formular要怎样 要记得 ok so that's why这边 你看我准备给你了的 当然 没有整个chapter 2 因为我讲过了吗 我教你chapter 2的前面的部分 有什么东西呢 linear motion是你的2.1 还有啊 其实是加码2.3的 你讲 2.3不是free form吗 你free form问什么 它还是问你linear motion的吗 那种东西往下掉啊 you know gravity令到你变快变慢啊 它还是一样用这个formular的 so why not我们一起 一次过上完它 更快省时间 right 然后motion graph呢 是2.2 inertia是2.4 momentum是2.5 ok 那你看啊 我基本上我准备了大半个chapter 2的那个checklist给你好了 我剩下2.678没有给你罢了 对 所以呢 这份东西呢对你有很多帮助的 那再不然呢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 就是你没有读书 ok 你说我有读书 可是来 我不懂我do one了 没有 啊 大家很怕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什么 i don't know what i don't know 就是你do one了 可是你有一个很不舒服的感觉 你觉得哎 怎么办啊 我do one了没有啊 然后你很怕什么 考试前 突然间有一个friend哦 他就某钉钉拿一个 哪里不懂哪里啦 找一个问题来找你 他就哎 这个问题怎样做 然后你看出去 谁哦 什么东西啊的 完全没有看过 然后你就开始怕咯 你们两个就panic哦 考试前半个小时嘛 找书哦 然后你看你越panic 你忘的东西越多 所以我跟你讲啊 Rule number one 这个东西呢 就是为了救你一命的啦 所以这个东西呢 很简单的 你check完了 那么你可以很confident 跟你讲 嗯 我do one了 你的motion 我要懂东西 就这些 我会了啦 那么我可以move on ok 你可以这样子去 at least让自己的感觉啦 to easier to明白 这样子懂我意思 Exactly 再不然呢 讲真 如果真的是 真的是有这种情况 你的friend拿一份note给你 拿一个年纪给你 他问你 这个怎样做 然后你不会哦 怎么办呢 然后教你一个很简单招啦 ok 你拿你的左手起来 ok 过后来 你把这个左手来 放在你的右边胸口 对不起 拿你的右手起来 放在你的左边胸口 过后你就开始这样子 拍一拍自己 不跟自己讲 哎呀 不会出的啦 然后就不翻了 ok 那当然啦 其实讲真 你有别的选择吗 那个时候再有半个小时 我跟你讲 你不要为了一提 忘记更多提 所以重点就是 不要panic ok 那一提真的出 它大不了不是三分 大不了不是五分 那么你丢掉 你注重你还记得的东西 你记得你读过的东西 而不是说 为了那五分 你丢掉十五分 二十分 二十分 不是更加不带 that's the trick ok so这个checklist呢 我准备给你啦 我给你大概大概go true一下 然后顺便来 我给你提一下啦 什么东西重要 ok 什么东西 是must know的 alright so我highlight给你 让你知道咯 ok 那大家准备好 我们要开始了啦 ok 那来 首先呢 第一 有问题马上问啊 有问题会问的 不用担心 ok 这样子 你可以 你可以direct message我的吗 那么 你的问题呢 只有我看到 你不用担心说 我怕我问的问题太笨咧 怎么办 我会回答你的 不用担心 ok so你有问题你问 from time to time 我们做一个小checklist啦 ok 那来 首先呢 linear motion你记得没有 大概大概啦 这个是最基本 你一开始学的东西 对不对 那主要我跟你讲 linear motion这个subtopic啊 就是我们讲的2.1个2.3 分成两个part 两个part啦 就是你要懂的东西呢 主要来讲有什么呢 第一是dictive 然后呢 第二是我们讲的linear motion normally啦 这个所谓的linear motion 我给一个简单的名字 你我自己啦 我喜欢叫它什么呢 我比较prefer to叫它 as subat equation ok 为什么叫subat equation呢 很简单 你认真看来 这四个formula 它是不是由这五个letter组成的 就是我们讲的suvat right so 你要记得重点是什么 你看啊 首先你要懂的就是 这五个字什么意思咯 and I think 大家都有chapter 2的basic 对不对 你大概大概懂的 right什么是s 什么是u 什么是v 什么是a 什么是t 对不对 那s就是我们讲的距离 displacement 然后u呢 是initial velocity v是final velocity a是acceleration t是time ok u是initial v是final 因为你会有两个速度的嘛 你变快 你变慢 那么你的速度会改变的嘛 所以你有这个initial velocity 你有这个final velocity 然后这些东西呢 基本上 那每一个formula都用这五个字本 然后你再认真看你会发现 原来每一个formula其实right 它不是用完五个的 所以然后我们讲suvat啦 有五个letter对不对 你认真看第一个 你告诉我它少了什么东西 你念出来啊suvat它少什么 suvat它少什么 你就发现没有a哦 exactly 那为什么有这样多formula 你会问这么这样烦呢 这么多formula 因为每一个formula呢 它只会给你四个 它只有四个variables在里面 它一定少一个东西的 第一个少什么呢 简单 少a ok 少掉a 就是没有acceleration right 那就是如果问题没有给你a 你听啊 它不是问你a哦 它没有给你a 可能它问你s啦 它讲a 你帮我算距离一下 你帮我算displacement一下 然后它没有给你acceleration 完全没有提到 那么你用这个formula 因为你用别的formula 你会卡住 你会说 A怎么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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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没有a 你就不用烦了嘛 that's the trick 所以你那个没有的东西呢 就是你决定用哪一个formula 如果问题没有跟我讲a是什么 我用第一个 right 那如果问题没有跟我讲time 我用哪一个 如果问题没有跟我讲t 来 我用哪一个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你自己看一下 你读一下这四个formula 哪一个少掉t的 exactly 那么我就会做第四个啦 因为第四个刚刚好没有t的 看到吗 s uv a没有t 明白 那如果他没有s 我们用第三个 那么第二个没有什么东西 第二个没有什么东西 第二个没有final velocity OK 那么你就会注意到一个重点是什么 就是你可以没有a 没有v 没有s 没有t 可是你每一个问题呢 他一定会有u的 所以你要confident一点 就是 u是什么 OK 总会有 他会给的 那如果不给呢 你认识读那个问题 很多时候他会hidden meaning的 他不会跟你讲 the initial velocity is zero 他会讲什么 the object start from rest the object initially not moving 那么简单来讲 他要的东西就是u 它的u就是0 可以明白 u一定有啊 你不用担心 或者他会叫你酸那个u 他不会说 这个问题没有给u 然后你就说出来嘛 怎么办 没有一个formular是没有u的我 代表他一定会有 这样子可以理解 所以motion graph 分成 ticker tape 我们讲linear motion 我们主要的讲分成两种 ticker tape的问题 还有linear motion的问题 linear motion最主要呢 就是你跟我记得这四个formular OK 之后我们再讲 linear motion 这四个formular记得 你的考试有没有formular sheet 这个东西呢 我不包了 因为一些学校会给 一些学校没有给 OK 一些学校会给 一些学校没有给 那么我就不能够guarantee你说 哎呀不用紧啦 不用背的啦 我会建议你呢 怎样做 考试前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认真背一轮 你就死背吧 然后你一进考场 马上写进你考试里面 那么你就有自己的formular sheet了 如果有给的话 你不用烦了 我跟你讲 有时候啊 还有另外一招的哦 有四个对不对 OK 他只给两个 那个你也够力 为什么 他给的他给的那两个哦 imagine他给这个你 他给这个你 那个容易的他给你 这两个难的他不给 那你不是够力 所以帅通常啦 我会建议你怎样都好 考试前认真读一次 认真读一次 OK at least你就 进去考场马上下来咯 对啦 OK 那再来 Ticket Tape Calculation的问题 大家对Ticket Tape是不是很烦 大家对Ticket Tape是不是很烦 你你我跟你讲啦 Ticket Tape一个地方乱不好的 就是那个Time Ticket怎样算 Right Now Ticket Tape我告诉你 我把它summarize给你好的 基本上呢 就两种问题 对不起 三种问题 OK Single Tape的问题 还有Ticket Tape chart的问题 什么意思啊 I think很多人其实你们做了这个experiment 对不对 有谁叫学校哦 你已经 你有carry out这个experiment了 就你做了 一定有的哦 一定有的 其实 我这样讲啦 你学校一定有这个apparatus 你老师要不要给你做呢 他可以做给你看 OK 最低要求是他会叫你写一个report的 因为那个东西要交给government的 所以他不会skip掉的 可能还没有交到啦 因为你跟我讲 我老师superman他只是在交不了 那么可能之后咯 之后做experiment OK 我这样讲啊 Ticket Tape分三种问题 你说不是两个吗 因为在single tape这里 基本上会有两种问题 什么叫single tape 就是他只给一个tape你 然后他给一个tape你怎样呢 很简单的他给一个tape你 alright他叫你找velocity 然后他给一个tape你 他叫你找acceleration OK他给一个tape你 他叫你找velocity 他给一个tape你 他叫你找acceleration OK Now so here's the thing 呃 我们讲最基本先啦 你记得这个formula没有 velocity的formula 还有acceleration的formula v跟a 我们要最基本就好 我也没有要那种书法什么 最基本的就好 velocity的formula是什么 距离除时间 displacement除time 高点 right acceleration的formula是什么 a的formula a的formula 你想想看 嗯 v减u velocity velocity除time对啦 可是我们exact一点 final velocity 减initial velocity 然后除time 所以总共有两个formula v跟a OK 算velocity 算acceleration 麻烦地方在哪里呢 在这里啦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这个time 跟这个time哦 算法不同的 OK 那我之后再detail讲 可是啦 我先讲这里啦 我阿嘎阿嘎提醒你 因为 你一开始先读这一面的嘛 所以这一面是你的summary咯 OK 一个tip 叫你找velocity 一个tip叫你找acceleration 那如果叫你找velocity的时候 你记得你这个time ticket呢 你要算的是number of ticks OK number of ticks 然后这个a呢 你要算的东西呢 就是number of jump 然后可能你会有别的 别的做法啦 你说我老师不是这样教我的 我老师教我别的东西 他教我来 他教我算来 number of ticks 还有number of ticks 减掉1 我不喜欢这个减1啊 因为他有些时候不works的 所以通常我会建议你啦 总之你找 OK 我这样讲啦 其实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找tips的 most of the time呢 你都是算number of ticks的 分别是什么呢 when 你要找acceleration when你用这个formular 的 这个t 你才需要number of jump OK 那我随便啊啊啊啊啊讲一下啦 分别是什么啊 那同一条tip let's say啦 single tick alright 然后我们放点点点嘛 对不对 呃 这样子 一 哎呀 sorry 有点丑 对不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OK 来首先我们讲第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先啦 你告诉我这边有dolly黑点 多少个dot how many black color dot 八个点对不对 那永远不要算那个黑点啊 你不管算velocity或者算acceleration都好 千万千万不要算那个黑点 对因为为什么 你看我们是这样子算的 你的时间呢 是你这个点 你拿起来 你再点多一次 你再点多一次 OK我讲了一下 你看啊 它是 这一个黑点 你拿起来 你再点多一次 那个才算一个时间 所以第一例点呢 通常我们不算的 so normally what we do very simple 如果是velocity的话 你怎样 你就在点跟点之间打勾 OK你就在点跟点之间打勾 打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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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点跟点之间打勾 嗯 那可是如果算acceleration的话 那我们就会在勾跟勾之间跳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 跳1 跳2 跳3 跳4 5 6 OK 来同学 你跟我讲啦 勾有多少个 勾有多少个 有7个 没有错 点 啊所以你跳多少个 How many times you jump 你跳了多少次 你跳了1 2 3 4 5 6 你跳了6次 这样子可以理解 有发现它不同 所以答案出来就不一样了咯 那么简单来讲啊 如果是velocity的话啊 OK so velocity的话呢 你的time taken就会等于 7 OK 乘于0.02 而你的acceleration呢 OK 你的acceleration呢 它的time taken就会等于6 乘于0.02 那么当然你就会问啊 诶 那个0.02 什么鬼来的 突然间不出现了 那 0.02呢 其实呢 它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fix答案 所以你不要背 所以为什么是0.02 因为通常tickle tape哦 它会跟你讲它的frequency的 OK 有看过这个东西 frequency 50Hz 懂是什么意思吗 有学过来 tickle tape不是一定会讲到frequency的吗 frequency什么意思 frequency的意思其实很简单的 如果它跟你讲啊 50Hz 那 通常 most of the time 都是50Hz的 那我不要你失败啊 我要你理解为什么是0.02 因为所谓的50Hz就是 1秒 1 second 你会制造50个勾 50 ticks in one second OK 50 ticks in one second 1秒50下 那么我要算一下我怎样 简单来讲 我就是拿一个seconds 来除 50咯 它就会等于一个勾的时间 对吗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只要拿1除50 你按calculator啦 你就会发现 它等于 0.02 所以那个 0.02是这样子来的 当然啦 你要明白啦 你的0.02是因为你拿1除50吗 因为你50Hz嘛 right 那么如果frequency改 如果它讲这边40Hz 你就够力要多 40个go in one second 那么它一除40的话呢 你会拿到0.05 所以不要死败啊 要懂那个来源 那没有错 通常 most of the time 你的time ticket呢 都是0.02的 but我不要你死败 我要你懂为什么 这个很重要 我跟你讲背没有point啊 physics你背 你活不下去了 你信我 so that's why 你要做东西就是 你try to see the 为什么 ok try to明白 50Hz ok 如果问题没有讲 assume 50Hz ok 因为如果它要你用别的frequency啊 40啊 30啊 20啊 它一定have to讲 如果没有讲的话 通用50 甚至一些老师会跟你讲 啊没有啦 它一定是50的啦 那 你的ticket tape是machine来的嘛 那么machine呢 它总可以调啊 就像我们讲你风扇 你风扇 你开风扇来 它是只有一个速度 它只有一个speed吗 它不会啊 它可以1235啊 right 它可以有speed1 speed2 speed3 那么这个machine也是一样啊 它可以有1235啊 so that's the idea咯 所以这个一个go 0.02 ok 然后下面这边也是一模一样啦 为什么是6×0.02呢 很简单 因为你从一个go 跳去另外一个go 一个go的时间是0.02 那么我跳123456次 我就6个0.02 这样子可以理解 啊 so ticker tape的问题咯 那所以你看为什么 我讲三种问题啊 因为啊 第一种问题是一条 然后我叫你算velocity 第二种问题是一条 我叫你算acceleration 第三种问题呢 就是ticket chart ticket tape chart的问题 很多条 然后我叫你算acceleration 啊velocity也可以啦 做法差不多 说法听到明白 来到这边 说法可以吗 嗯 这些小小的notes 只要我讲真 你要写下来 你可以写啦 把我不等你了咯 所以如果你超东西比较慢啊 或者你要 you know they only time 慢慢画颜色啊 color notes啊 你screenshot 那么你之后可以慢慢写啦 随便你 ok 嗯 来这边可以没有 那这个你就回家 自己checklist一下啦 you know distance跟displacement的分别 其实很简单啦 displacement是shortest distance 没错最短的距离 罢了 ok 来不用讲那么多 试看做啦 你听我讲好像很简单 有没有自己试看做两回事 by the way 这边我也准备了短notes给你啊 小小的notes for你去revised啦 那我刚才讲的咯 all right ticket tape分成三种问题 叫你算velocity 叫你算acceleration 还有叫你算ticket tape chart 怎样做呢 全部detail给了你的啦 如果你听完了今天 你突然间忘记掉 那么你可以看回来这里 你可以看回来这里 so at least知道啦 大概怎样works and then我也提醒过你了的啦 如果是velocity 你就算ticks 如果算 如果是acceleration的话 你算number of jumps ok 再不然我教你一个小小check啊 一个一个一个 小烂招 不是烂招啦 ok 我是这样做啦 ok 那你要分的东西 其实只有一个嘛 就是什么时候用go 那么另外一边就用tel了的嘛 ok 两个东西不好 either ticks或止jump so如果你知道这个用ticks 那么对面 另外一个相反的 就是用jump 然后我教你啦 怎样记得那个ticks啊 很简单吧 ok 那你回答我 velocity算的时候算什么 如果我要算velocity 我算什么 tick还是jump tick还是jump tick 那么你注意看啊 这个是你的tick 对不对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点 我们再把它放大一点点 我们再把它放大一点点 它看起来像什么 自己比较一下 它是不是看起来一个V的形状 好 那你搞点吗 exactly so你记得以后啊 我叫你找V 你找什么 你找go 简单直接 ok now I'm not trying to make sense to you ok 我不需要 你的脑就装这些东西的 那种很认真的哦 你不记得 可是这种烂烂东西 你如果讲 这个这样无聊的 可是你会记得的 我们的脑都是这样子 装一些有的没的 ok so you know why not make sense of it to让你自己 利用这个 你可以装一些无聊的东西 来装重要的东西 ok so V呢 就是go A呢 就是跳 ok 来 我们试看做问题了 and notes里面 跟我翻去 第七面啊 来全部人第七面 page number seven 第七面啊 第七面啊 准备好了 David carry out experiment in a lab to determine gravitational acceleration of a falling object as shown in 4.1 ok 那我同学 这个懂是什么吗 小时候我们讲到 讲完它啦 你懂什么是 gravitational acceleration吗 你学过的 你学过的 gravitational acceleration 是什么 那我给一个 我给一个 我给一 hint你啦 它的symbol是g 它的symbol是g 你看啊 如果我们东西放手啊 你抓这个东西 你放手 它会讲 你抓这个东西 你放手 它往下掉 为什么会往下掉 因为有地心引力吗 对不对 那么你就要想 地心引力 它会产生什么东西 它会造成什么东西 你想看啊 我讲 这个remote control ok 这个calculator ok 我抓着right 它的velocity是多少 我这样子抓着不了 我没有动的 if I just hold it there velocity等于零 对不对 然后我放手 它往下掉 它的速度变多 还是变少了 话才是 还是一样 好 同学 你零啊 你没有可能少过零了的 你放手 它是变多 速度增加 叫什么 速度增加 叫什么 叫做 acceleration 叫做 acceleration 那么这个acceleration 谁造成的 这个acceleration 谁造成的 gravity 造成的acceleration 叫做 gravitational acceleration 这样子可以理解 那 general value呢 不是这里啊 这个它要叫你算的 ok 普遍上来讲 通常啦 normally 我们的 gravational acceleration 是多少 normally 是9.81 ok 这个是general value 9.81 ms-2 就是你的速度 每一秒加 然后大家对这个 acceleration有误会的 我们讲acceleration 你不是加一次的 你每一秒再加 ok 那像我讲啊 我们简单一点 我的g等于10 它的意思就是 1秒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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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加一次的 所以如果你从0来 你开始 1秒够是10 2秒够是20 3秒够30 4秒够40 它越来越多的 它不是加一次的 当然 如果你就1秒的话 那么就是10吧 好咯 那么 这里一样咯 ok 1秒 我的速度9.81 2秒 我的速度就19.62 3秒 27.43 这样子够 听得懂 把这里啊 它要叫你算咯 所以你不能够用这个value的 等一下我就 我给你解释为什么 那首先你看 这个问题 是我给你讲的咯 Ticket Tape Chart的问题 那还是一样咯 它会提醒你的 其实 Ticket Tape used to vibrate at the frequency of 50Hz ok so现在 这个东西 可以translate into什么东西 如果我们知道 你的frequency 50Hz 代表什么意思呢 那 首先 你第一题就回答到了咯 What is the time taken for each strip 那慢慢来啊 我们讲这个先 50Hz的意思是什么 50Hz就是 一个seconds 我们除50 一个seconds 我们除50 我拿到 0.02seconds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one take 的时间 对吗 一个go的时间 是0.02 问题问你什么 time of motion for each strip 懂什么叫做strip 一条 那么我们看回来啊 请问这一条里面 多少个go 那还有多一个东西 这个tip chart right 我跟你讲 你看到这种东西啊 你找最长那个来算 最明显那个来看 因为你一定有complain的嘛 喂这个你当我什么 我近视怎么办 我看不到 哇 那个root很简单啊 你找这一条就好 ok 你告诉我这一条 有多少个go 这一条多少个tick 有一条 问你tick嘛 嗯 两个tick哦 为什么是两个tick 这边right 这个不是肮脏来的啊 同学 这个黑点是算毅力的啊 因为我们剪的时候啊 你剪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你是on那个doc 就去剪的 就是你剪在那个doc上面 就是 那这个东西 其实本来是这样子的啊 所谓的tick tip chart right 它简单来讲 就是一条很长的tick tip 这样子 ok 它基本上啦 简单来讲 就是这样子 1 2 3 4 5 6 7 8 它很多个点 and then很长 ok 它很多个点 很长 ok so what happens是 那很简单的吗 你就剪它咯 你就剪它咯 right 那 so when我们剪的时候 怎样works啊 很容易的 你就 算 你跟自己讲 我要4个go 我剪一次 那么你就算了 alright 每4个go 你就剪一次 so当它剪的时候啊 它是这样子剪的 ok 如果你有做experiment的同学 你懂了 就是你这样剪 你中间跟它剪开 有没有 啊 你中间跟它剪开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哦 我这样子 1 2 3 4个go 我再剪开 1 2 3 4 4个go 1 2 3 4 4个go 我再剪开 ok 所以的swi right 那个重点在这里啦 就是 看到吗 一个go 两个go 三个go 四个go ok 一个go 两个go 三个go 四个go alright 一个go 两个go 三个go 四个go 有没有 所以我们剪的时候呢 是根据这个去剪的 这样子给你理解 ok 喂 哈喽 这么聊天四圈 聊起来了的 我们继续这里 好不好 重点在这里好不好 1 2 3 4啊 so that's why 为什么check的时候呢 它有那个 ok 它有这个 这样子的 有问题啦 你会觉得好像 很难看 它是特地这样的剪的 ok 那么很简单哦 这边看到吗 两个go 然后那个root很简单啊 我们剪的时候呢 一定是fixed 你剪一次 ok 两个go 你不用烦了 因为这一个两个go 每一条一定是两个go 这一个两个go 每一条他一定是两个go 就这样子 ok明白 所以你看你不信 我自己算看 一个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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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跟你讲 有时候啊 那个那个tip很短啊 很挤的时候 你算不懂怎么办 不用紧的 你算最长那一条 然后 那一条是多少个go 每一条一定两个 这个guarantee的 就是你说两个的话 每个两个 那它是不是一定要是两个呢 不一定 它可以是任何数量 可是它一定会等于 如果这边五个go 每一条五个go 这边两个go 每一条两个go 这边十个go 每一条十个go 听得明白 啊 so that's the trick ok 嗯 所以这边你看啊 两个go的话 简单 有答案了 一个strip有两个go 所以我的时间是什么 我的时间是什么呢 Tandigan等于 0.02 是一个go 不然mary 如果两个go怎么办 你就成了 所以答案会拿到 0.04seconds 这样子可以明白 清楚跟道 ok啊 有问题问 没有问题 我往下走 好 下一个 它叫你explain why the tickle tape is connected and ac power supply 来同学 懂这个什么 有听过ac science from tree 它是一set的 就它有一个friend 叫dc ac dc 有没有 ac dc alternating current alright alternating current 还有 direct current 一个是ac 另外一个是dc 这个有影响 对不对 懂分别吗 其实 你懂ac dc 是什么鬼的吗 有听过 你听名字 你大概猜到了 其实 direct current what means by that 就是它是one way的 它就走一个方向 一个方向的 我这样讲 你学过from tree 对不对 不要紧 from tree 东西 我不expect ok 我问你昨天吃什么 你都不记得 是不是 你我问你from tree 东西 so 我哪里记得 right 我这样讲 dc的重点 是这样子 这个是dc dc通常是battery 了的 so current 走一个方向的 它一直走 同样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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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么 如果我们讲dc 是battery的话 ac什么 ac呢 就是我们讲的交流电 简单来讲 为什么叫做alternating 因为它的terminal 一直换的 就是如果我这样 转了一圈过后 它会换方向 转一圈 对来回的 对就这样子 一圈 然后缓过来 缓过来 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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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我的意思 而dc呢 就是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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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改变方向的 所以简单来讲 ac是什么 two way的 来回来回 而dc是什么 one way的 一直转 转 它不改方向的 那么我的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ticker tape 一定要放ac 为什么ticker tape 一定要放ac 这个东西 它就有关系到一个 你的machine的操作 很简单的 你想想看 ac 首先你懂这个ticker tape 讲什么 你开电它会讲 你懂为什么叫ticker tape 它就会一直tick咯 简单来讲 你注意看这个camera imagine它是这样子的 你的子放上面 它这个东西是那个ticker 为什么它叫ticker 因为它tick 点点点点 有没有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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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注意看 我的ticker tape 走多少个方向 我的这个东西 走多少个方向 你有发现 它走上下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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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点点 你就很多个黑点了 exactly so为什么用ac 因为ac的那个方向怎样 是不是一直换 换 那么你的current一直换方向 你的machine会怎样 它就一直换方向 就这样子了 下去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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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的概念 明白 你懂dc会怎样吗 dc会怎样 它走一个方向 那你看啊 如果是dc的话呢 这个是那个针 对不对 它下去 没有了 就这样子 然后它拖 拖 你不会有点点点的 你的你的 你的tip基本上就变这样子了 ok 它给它点下去 ok 然后你拉那个纸 拖 一条线吧 对啦 所以呢 dc的话就这样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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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就有一个点 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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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就变成你要的 这个tip 清楚明白 对啦 vibration也是 vibration其实就是很快的 ticking不了 其实 对啦 所以这个答案很简单 那当然 你要写比较scientific的答案 你要写比较 atask的答案 你们 你们很喜欢用 passa language 你要怎样写 so the ticker tip go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how do you say that 答案是 to produce continuous ticking motion 这样子的概念 听得明白 to produce continuous ticking motions 清楚 跟到 so that's the trick so那个所谓up and down motion呢 就是我们讲的ticking that's why它叫ticker嘛 因为它tick tick的重点 就是上下 上下 这样子 go good 有问题 没问题 跟到 move on 下一个 下一题 它叫你找什么 这个问题 你看它直接就来了 它叫你找 acceleration from the chart 这样做 简单直接 来 那我跟你讲 always 你们有个问题是什么 你很懒惰 你不写formula 不写formula不是追来的 不会扣分的 可是我跟你讲 我建议你写 因为它是个好习惯 ok 我建议你写 因为它是个好习惯 对 为什么这样讲呢 很简单的 你看啊 formula是什么 你先告诉我 a的formula b-u出t 对不对 ah there you go b-u出t 那么你就 你看很多时候 你没选这个formula 你可以提醒自己 你可以跟自己讲 哎 我要找a 那么我要什么 我要v 我要u 我要t i need this 然后你就会跟自己讲 我有没有v 没有去算 我没有u 没有去找 我没有t 没有 我去找 所以at least你知道 你自己要做 然后很多时候我讲真的 你们不是不会 你不会开始 你不会开始第一行 很多时候我只要我们讲 calculation 我给第一行你 你其实可以做下去了 你就会知道 哦原来要这样 你就sub sub sub 找到 so那个problem是 you don't know what to start 那当你不知道 怎样开始的时候 try看这个方法 start from formula 从formula开始 因为你有formula了 你可以慢慢去 you know deliberate 你就问自己了 我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个 then go on from there 这样子可以理解 那么当然了 我要跟你讲一样东西 每一次你找acceleration 你不要管它一条还是很多条 一条还是chart 总之你记得 v跟u呢 是不会给你的 它是没有在天上面掉下来给你的 你一定要算的 一定要算的 什么意思呢 简单 就是说 现在我讲了吗 你要找a 你一定要有v 你一定要有u 你一定要有t 对不对 那么我们怎样 很简单的 我先找u 然后我再找v ok now velocity 我讲过了的formula是什么 velocity的formula 你不用担心 不管是final跟initial都好 它都是velocity嘛 right 所以你就displacement 出time 你就displacement 出time 这样子可以理解 displacement 出time 距离出时间 那么我问一个问题 什么是u what doesu sense for initial velocity 就是一开始 v代表什么意思 有u的话 你的v是什么 final velocity 就是ending 那么这个东西 其实有个好处的 为什么 tick tip chart 你不用理方向的 有的时候不是会有 那个什么direction of motion的 等下我再给你看 他不是讲去左边去右边的 然后你要决定哪里开始 这个不用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一个chart chart就是graph 一个graph 从哪里开始的 一个graph 从哪里开始的 你想想看 0啊 是不是 所以啊 同学 你不要理它长 还是短 总之 这条东西 它一定是开始 所以这个 我可以叫它什么 这个东西 我可以叫它u 这个东西 我可以叫它v 这样子可以理解 因为第一条就是开始咯 你不要理长短啊 有的时候它长了 才到短 那么那个 你基本上 你也是第一条 跟最后一条 OK 那speaking of this 反正我们讲到吗 所以刚好有人问 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个问题哦 它叫我们describe motion的哦 我要讲describe motion呢 那其实 whenever我们describe motion 你就有三种答案吧 好的 OK 它叫你singral motion 你就有三种答案吧 第一 uniform speed 第二 acceleration 第三 deceleration 你看这个东西 你跟我讲 你觉得你在变快还是变慢 那同学你看啊 首先啊 每一条呢 他们的go是一样的 就是我给你同样时间的概念 那么 同样时间情况下 这条东西2cm 这条东西8cm 它在变快还是变慢 你想看 类似我们讲两个人啊 我给你两秒 你可以跑10个meter 然后我给他两秒 他可以跑20meter 是不是谁比较快 那个20meter的咯 那这边一样概念 总之它变长啦 我们可以讲什么 变快 变快叫什么 变快叫什么 叫做accelerations 然后这里呢 你还可以加多一个字在前面 这里你还可以加多一个字在前面 是什么呢 就是uniform accelerations 对 uniform accelerations OK 那同学你要记得啊 这个uniform哦 不要随随便便写啊 这个uniform你不要什么鬼都拿来spam你的嘛 耗我知道它uniform 你看每一条 它变长对不对 它变长对不对 它变长的数量是怎样的 那这里是2 这里是3 这里是5 这里是6 这里是8 那其实这一个呢 对不起我要讲 我要拿走一下 因为我那个号码放错了 对不起 我这个东西放错了 OK 因为这个Diagram我画的时候不想画完了 OK 那what happens是这样子啊 这个你就不怎么能够写uniform了 OK 因为by right 我要放的是246的 我放错了 那个长度了 OK 保备金 我是没有讲到啦 OK 那这里right 其实你只能够写accelerations 在这边呢 你只能够写accelerations 为什么 你看一开始是2cm 然后这边3cm 变长多少 它是不是加1 然后这里啊 它加2 因为3变成5 然后过后它又变成6 它又加1 然后这边6变成8 它又加2 然后这种没有规律的增加呢 你就不能够讲它uniform OK 你只能够写 这个叫做accelerations罢了 这样子可以理解 那什么时候我们可以uniform呢 很简单的 当你那个长度 它增加的时候是fixed的 就是每一次right 它的长度增加2 它原本是2cm 4cm 6cm 8cm 10cm 12cm 它每次加2 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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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你可以uniform 在这里的话不可以啦 因为这个 那个我话错了啦 其实就是 2 3 5 6 8 它没有规律在增加 so that's the thing OK 那这个东西我要讲清楚啊 就是你have to跟着的 对 所以你说 如果那个问题 它expect我讲 uniform acceleration 可是我只写acceleration 会不会扣分 会 会 所以我希望你要知道 对啦 所以为什么要要求高 所以如果它的增长是一样的话 加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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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可以写 uniform跟concent是一样意思的 so你可以写uniform 你可以写concent acceleration 都可以 什么时候是uniform velocity 每一条一样长度的时候 因为同样时间嘛 那么你走同样距离 代表你会有同样的速度 so如果每一条呢 它都是同样长度的话啦 它叫做uniform velocity 可以理解 所以这里只有acceleration 没有uniform 因为它增加的那个长度 不是fixed的 它不是加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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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加2加1加3加4 这样子 那个就不可以 OK 不要紧 我们现在知道了吗 我们要找A的话 你需要有U 你需要有V 你帮我注意看啊 这条东西多长 U的话多长呢 2个cm V的话多长呢 8个cm OK 记得了啊 那么回来这里了 我们找U的话呢 它的那个长度是2个cm 然后除以时间 同学时间出多少 这条东西里面多少个勾 我们that's why 为什么一开始 它就问你嘛 一条多少个勾 两个勾 两个勾的时间是 两个勾的时间是 0.04 就这样子 那这边的话也是一样 8个cm 然后我们除0.04 你的时间其实讲真的 你这边决定了多少 这边一定一样的 我们讲过好的 你的勾的数量一定会fix 所以如果这边0.04 这边这边上就一定有0.04 2除0.04 答案是多少 2除0.04 我们会拿到50 对吗 50什么鬼啊 单位 来单位 CMS-1 那同学这个是大家最容易被骗的地方啊 你说哎 不对我 我老师叫我si unit 是meter per second 没有错 si unit是meter per second 可是你自己看这里 你做什么 你拿两个cm 除0.04 seconds 啊 so这边呢 是cm来的 ok你拿两个cm 除0.04 seconds 所以除起来是什么 8 除0.04 应该是200了啊 这有200 CMS-1 ok 然后你会问 要不要换meter啊 平时我讲真的 你做别的问题啊 那种什么suvat啊 那些东西呢 那个你要换 si unit是meter per second 可是在这里 通常我 可以我跟你讲 如果没有要求 特别特别要求说 我一定要meter 你可以留在cm 因为ticker tape的问题 通常你的号码很小 你把它换去meter 它0.003这样子 0.002 所以通常我们不用换的 对我们just leave it that way ok 50cm per second 200cm per second ok 那么 你有final有initial吗 对不对 你 sub进去里面 final是200 initial它是50 然后除一个time taken 时间是多少 那同学 你看啊 这个时候重点来咯 velocity的时候呢 我们算的是take 所以是0.02 乘于两个go 这里呢 acceleration 我们算的是什么 number of jump 只有这个formula的这个time 你要算跳 那么有个问题来 我要怎样算跳啊 首先你看很明显的嘛 你从v到u v-u 就是从v到u 那么你要算的很自然 就是从v all the way到u 每一条 对吗 这个要怎么办 now take a tip chart 你记得 ok 你跳的时候 你聪明一点 你就不要一个一个去跳 你说 我们不可以这样子跳 跳 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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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这个还简单 这个才两个go 你想看哦 你平时的问题是什么 有的时候他一条里面就十个go 他给你六条 跳到你老 你懂没有 你要怎样 跳到几时 然后他切好给你了 对不对 所以以后来 不是以后啦 每一次啦 take a tip chart的问题啦 他切好给你了嘛 你怎样 你上楼梯 你下楼梯 什么意思 看啊 你这样子跳 跳一次 再跳跳两次 再跳跳三次 再跳跳四次 同学 我这边有多少条 多少条 how many strip 五条 五个strip 对不对 我跳多少次 四次 可是重点来啊 你跳四次没有错 OK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你每一次跳呢 你怎样跳 你从一条 跳去另外一条 对吗 一条的时间是多少 一条的时间是多少 0.04 看到分别 你说哎 为什么刚才是 0.02的啊 那分别在这里啊 来我跟你讲一讲 这个就是大家通常 比较乱的地方啊 OK 如果 一条 罢了 你是一个勾 一个勾 一个勾 这样子跳对不对 你每一个勾就0.02 罢了吗 你就是one by one one by one six times six multiply one by one 这样子可以理解 那可是呢 这一个的话是 你每次跳哦 你一跳一次 里面有两个勾 所以你在做 two by two 就是 所以为什么这边是零点零四 因为这个是一个strip的时间 one strip里面有两个勾 听得懂 那么我在讲啊 你看回来这里 你跟着我走 你不用操钱 好 你看这一条 西北多有没有 OK 那么怎么办呢 很简单的 你还是一样 挑挑挑挑挑 可是现在哦 里面一整条这里啦 它有十个勾 我跟你讲啦 你要看 你要自己算也可以 这边有十个勾 那么你这样子跳的话 你就是ten by ten 跳一次就十个勾 跳一次十个勾 所以就是十乘零点零二 然后再乘你的jump OK 那这边也是一样哦 这个也是一样哦 这个 那 四个勾 对不起 四个跳 每跳一次 两个勾 所以就是四乘零点零二 这样子可以理解 所以这边呢 我们的时间 就是 4 jump every time we jump 0.04 seconds 答案是 160除零点一六 对吗 1.60对不起 150 150除零点一六 答案是多少 帮我算一下 零点一六 我们拿到 937.5 CMS 减二 有问题没有问题 OK 来这边 小小pause一下 有问题没有 有问题问我 没问题给一个OK来哦 没问题给一个OK来哦 OK啦 OK我继续了啦 OK 然后来 因为你的 你看啊 我这边 OK 首先你听得懂 什么叫跳四次 对不对 OK 没有错 五个tape 可是我们讲的嘛 如果找acceleration的时候 你要跳 所以你看 你从一个tape 你跳去另外一个tape 是一次不了 one time OK one two two,three,four 五个tape 可是你跳四次不了 所以四哦 四个jump 然后你每跳一次呢 你是0.02乘2 因为里面有两个勾 所以就是0.04 OK 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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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0.04多少吃 四次 所以四乘0.04 OK OK啊 再move on多一点呢 嗯 来 Now 这个时候我看回去啊 我们刚才讲了 你这个问题哦 他问你什么 他叫你determine gravitational acceleration 等下我们讲 哎 Gravitation acceleration 不是980的吗 Right 那你算出来的答案哦 不是很对近哦 你拿什么 你拿900多 这么差这样多的 有谁可以告诉我 why 为什么差那么多 对啦 unit exactly 这个是什么 cm 人我问啊 你平时的单位是什么 平时那个G是9.81 ms-2 看到分别吗 其实你讲真 你把这个换回去 decimal point 对 你换同样单位啊 它是什么 其实你拿到9.375 ms-2的吗 那么现在这个号码是不是靠近了 这个号码是不是靠近了 There you go 等你讲 哎 可是还是不同啊 为什么会不一样 来同学 为什么算的答案 这个是calculated答案 alright 这个是theoretical答案 why are they different 这个问题有时候会问的 他很想问的 其实 就是哎 我们theory读书 9.81 我算出来算9.3 搞什么鬼哦 想想看 我讲真的 我讲真的 你real life 你一定不会 你一定不会换白衣的 其实 一定不会换白衣的 because why different part of the earth 不是那个main concept 不是那个main reason yes because in real life what do we have 你一定会有的东西 叫做free 叫做frictions 你这个东西 你往下掉 alright 周围呢 会有friction摩擦到 那么你会变慢了 然后你看你这边碰到东西吗 你往下掉的时候 你这边碰到东西 碰到东西 碰到东西 它拉的时候呢 会有摩擦力 当你摩擦到的时候呢 东西自然就变慢了 gravity difference 其实讲真的 不会差这样多的 gravity difference 不会差这样多的 你的 我们讲了 你说地球在不同的地方 OK 地球在不同的地方 不是应该要什么的 会不一样一点点 那个不一样一点点 不会到这样夸张的 它这个直接少了0.5左右 你懂吗 the reason是因为 这个的原因 why is it lesser because friction 那friction包全部东西的 air friction也是frictions OK air resistance跟air friction 一样意思的 不用担心 OK 你的friction有两种 其实 第一就是 如果你碰到任何surface 你会有的surface fiction 第二 你周围的空气 你会有air friction 对啦 不会快过9.81 它9.81就是frict了的 对 最快最快9.81 如果你在别的地方 我这样讲 你越靠近地球 你越靠近地球 你的gravity会变大 所以 首先 你懂地球不是圆形的 you know earth is not wrong I'm sorry earth is not like perfectly wrong 我要讲好来 不然你会讲 一等人就可以讲 我们知道地球是平的 不是 你地球 很多人以为地球是这样子的圆形 is not is what 它是来稍微扁下来的 没有这样扁啦 ok but你get到啦 ok 我特地画明显一点 那么其实你看哦 你这边是center ok now 你从这边去最旁边 跟这边去最上面 那个距离 有没有一样 很明显不一样 对不对 now 哪一个比较靠近 which one is nearer 上面还是旁边 红色还是蓝色 来 红色还是蓝色 嗯 红色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里的gravity 比较靠近 所以怎样 它会比较大的 嗯 这里的gravity呢 比较圆 所以它比较小的 ok 呃 大概大概了 ok 你这里啊 这个红色的呢 roughly呢 它about 9.83的 那 然后你这里蓝色的哦 因为比较小嘛 它about 9.78的 9.81只是一个general value 我们用来做calculation 因为你不可能考试啊 它会跟你讲 诶现在你在North Pole 现在你在malaysia 现在你在泰国 没有搞这些东西的啦 so standard value呢 都用这个 可是 真正来讲啊 其实你在North Pole的时候呢 因为你比较靠近地球的关系 North跟South都好了 比较靠近地球中心的关系 它比较大一点点的 大一点点吧 你看9.83 它不会到这个地步啊 明白 啊 这个也是少一点点吧 好的 它不会到这个地步的 这个东西只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你的fiction产生的 ok 啊 there you go 嗯 对啦 所以你看不要complain自己肥料 你知道吗 你你懂我们malaysia在这边的吗 对你的你的gravity比较小了 你知道吗 你比较轻了 现在你去North Pole 你跟踪我告诉你 啊 so不要再complain自己了 alright appreciate一下自己 活的国家是gravity比较小的 ok 然后move on 下一个 acceleration due to gravity surface 啊 是9.8 我们讲了 这个typical value吗 对不对 它这样解释 what does it mean what does it mean 嗯 这个东西呢 其实很简单 你要解释的就是 什么叫做acceleration 等于9.8 我刚才讲了吗 acceleration什么意思 what does it mean by acceleration 你在变 快 然后怎样变快 how to变快 你的速度 每一秒 它会增加 9.8 听清楚啊 每一秒 所以你不能够说 the velocity increase by 9.81 答案是 the velocity of the object will increase by 9.8 ms velocity的单位是什么 ms 减1 ok ms 减1啊 the velocity of the object will increase by 9.81 every second ok 那这个就是它的translation 这个 嗯 每一秒 会增加 9.81 这样子可以理解 好 good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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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讲好的 你这个啊 你这个你 你你你没有要 一个一个狗具跳 所以你不能够说持减一样子不要 总之这个tick a tape chart的问题啦 你就是 你就是一条一条 ok 一条一条就有条 对你答案出来不同了 so you cannot do that ok ah no 你听 这个东西呢 来 它的问题是什么 velocity increase by 9.8 9.8 对不对 你现在讲着你的velocity 会加 9.8 every second 所以这里是ms-1 那么 你再除s 你才有ms-2吗 所以为什么 acceleration的单位 ok acceleration的单位 是 ms-2 而你的velocity 是ms-1 因为acceleration是velocity 你再除time velocity every second elocity every second 所以你拿到accelerations ok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减1 有时候减2 因为现在你在讲的是velocity 所以velocity的单位是减1的 velocity的单位是减1的 acceleration 你才要减2 ok like the statement is true only when the 4 is a free 4 what does free 4 means 那like definition for free 4是什么呢 有听过 free 4其实啦 很简单的啦 就是你往下掉 ok 那 我这个definition来的讲真 来说我讲要不要被随便你考试一定出 free 4 means alright the meaning of free 4啊 it means object falling under the effect of gravity only ok 只有gravity 没有被的东西 就是 你要做到free 4什么 要怎样 you have to make sure you 没有frictions 没有frictions 没有air frictions 没有air resistance 什么鬼都没有 只有gravity 飞下去 你在vacuum的时候就不会有咯 exactly 所以所谓的free 4啊 就是你要carry out in vacuum situation的 没有空气的时候 对啦 ok give two practical reasons to explain why the value is calculated less than theoretical 我跟大家讲 我们算 9.3 ok 出来真正答案 theory是9.8 为什么 才有两个practical reason 我给了一个你啦 because why 的 第1个point是什么 first reason first reason the surrounding air frictions causes the object to slow down 或者 to fall slower ok 第二个原因吗 还有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查查看 其实有三个答案 都可以接受 我讲了吗 你除了air frictions之外还有什么 ok mass不影响falling 我讲 大家对这个东西很简 一个很basic的误会 mass不影响falling的其实 air frictions air frictions可以我讲过好的 air frictions 都可以写 都可以写 OK temperature不影响 温度关什么事 喂 surface area 这是因为 surface area影响 基本上就是 fictions 可是你看你fictions有多少种 air frictions air resistance 一样的 你不要再讲air frictions 你的surface area 不一样 就会令到你的 air frictions 不一样 所以你再重复 不对 fictions有两种 OK 第二种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 surface frictions OK 第二种呢 就是我们讲的 surface frictions 就是你会有磨擦的嘛 嗯 那么你没有啦 你不需要写point form的 你就是 我放point给你看不了 你 你就这样写个 第一个就是 the surface the surrounding affliction causes the object to fall and this is not point form OK point form是啊 他直接没有完整句子了 你知道吗 他直接就写来 surrounding affliction 那个不好 你放成句子 surrounding affliction causes the object to fall slower 那第二呢 你也可以讲 the frictions between the object and surface in contact causes the object to fall slower OK 还有第三个原因 有谁可以告诉我 你做experiment哦 通常会犯的错误来的 有的时候你做experiment有个问题的 你做experiment有个问题的 你懂做experiment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在哪里吗 风扇关什么事哈啰 最好风吹一下 突然间掉快一点 不是 那你做experiment最大的问题就是你 你追你做experiment最容易出错的东西就是你 exactly 人会犯错的为什么呢 你有听过human error这个东西 human会犯什么error 两个 human有两个 human error两个typical的 OK human error两个typical的 第一就是我们讲的parallax error 懂什么叫parallax error 就是你眼睛看错咯 by right要看直直你看歪掉 那就没有了吗 那第2是什么 第2是我们所谓的 calculation error 你算的时候算错 对啦 所以你看他讲 two practical reason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讲 第三个point 我给三个你你写两个就好考试 human error such as parallax error occurs during experiment which causes the result sorry which causes the calculated value to be different OK 三个point 三个point no 我不建议大家写point form的 其实 我不管你老师可以跟你讲 可不可以写啦 OK but我normally会跟你讲 把他写成句子 OK 因为讲真的写point form不好啦 你 你这样做多 你一个问题的 你可能 你going to be 你的答案就越来越差 你写答案的时候越来越来越差 因为你不 你会loss the ability from sentence and you see for human 我们communicate to 对方 你会用point form讲话的吗 用句子的吗 所以 我会建议大家 写句子 你要 你要be able to explain yourself 很多时候 你们有个问题就是 我懂 可是我不会讲 我不会解释 那个是问题吗 why 因为你们 有时候老师会训练你写point form 他是一个不好的习惯来的啦 我不要讲from form on five 我们讲你更远 你到了college 你叫我大学 谁理你point form OK so that's why 他要两个答案写两个 不要写三个 你看你写三个的没有重点的你的话 你写三个没有重点的 为什么原因很简单 第一 你写三个你对完 我讲这个问题如果两分 OK你写三个对完他给你两分 你写两个对完他还是给你两分 那么你写多一个point在哪里 然后你就会想 我 我 写两个啦 I mean that's right 我不说吗 我写三个啦 受福利中两个啦 这个东西呢 可能你在Sachira可以这样做 可是physics不鼓励 不要spam答案 就他问一个factor你跟他杀四个下去 杀五个下去 不好 OK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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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个跟第2个他很靠近 可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第1个讲这个是surrounding affliction 第2个呢 是friction between object跟surface OK so他是两种friction来的 那么如果你担心 你说老师喜欢挑我怎么办 你不是写两个咯 你不是写第1个跟第3咯 所以你有三个答案的话 选你最confident两个来写 不要spam physics不要spam OK 因为physics 我们讲science subject 有个东西叫wcr wrong cancer right 就是 就是for这种情况的咯 他要一个factor你spam5个下去 那么很明显吗 你是不会的 老师知道你是不会的 你随便goring一些 point进去 so that's hopefully 一个中 没有用啦 会扣分的 所以你怎样都是零分的 嗯 so that's why OK 3-4不要有oxygen 3-4是vacuum的 3-4要在vacuum做 so不能够有任何东西 like zero that's why OK now moving on下一个 搞点牌啦 OK我们快速搞点牌啦 OK move on去下一个部分 Experiment is repeated on a planet with gravitational field strength twice the value draw the value draw the expected ticket 然后这个简单 OK三个错一个 看老师情况 一些老师爽他就给你分 不爽他扣一分 对三个 但是我讲不要spam的重点在这里 不要spam 你写三个 你错一个 老师会扣你分的 通常老师会扣你分 所以通常不建议 OK 然后这个怎样 首先 如果你的gravity field strength twice the value 什么事情发生 你的gravity成了就是本来哦 我们在地球9.8码 你去这个星球来19.6 19.6 那么你expect他会怎样 掉快还是掉慢 同样的时间 你会掉 更快 那么掉更快 你那个东西会怎样 你的take 更长哦 然后你的gravity成了 你觉得 你的速度会怎样 since你的那个gravitational acceleration 成了 那么你的速度 基本上呢 也会double了 所以很简单吧 其实 这里讲话 一二三四五 五条对不对 全部 的长度都会 成了 所以你看啊 你的长度是 二 三 五 六 八 OK我写给你啊 你的长度是 二 三 五 六 八 那么他会怎样 一条 乘二会变成什么 他变成 10 然后第2条 23 那么现在会怎样 他就变成 6 OK 我们啊个啊个话就好了 有点丑不要紧了 然后 5的话呢 会怎样 他就变成 10 咯 我这样子dottal line给你看啊 guide line方便你看嘛 对不对 这个 然后6的话呢 就是 12 然后8的话呢 是16 so little value 你把全部东西乘二就对了啦 OK 是这里 第五 这个 然后12 这边 然后18 这边 那个dottal line哦 其实画是好是来的 啊老师会比较方便你改 不画会扣分这个东西就要看老师情况 对吧 我跟你讲啊 如果你 如果如果我改你的考卷那我会扣你分的 对我会我会expect你画这个dottal line 因为这样子方便我看嘛 然后你也很明显秀到咯你会咯 so that's why 你的drawing 应该要长这样子 OK 然后啊 你的点的数量不要改啊 对 因为 我们就要做到这个东西 同样时间 你更快 所以你去立场一层的嘛 所以那个点的数量就是一个 两个 三个 OK 简单来讲就是两个tick啦 你每一条可能画两个tick 阿嘎阿嘎就好了 OK 你不用担心说 要不要量准准啊 在总结这样子 没有 总之阿嘎阿嘎就好 你label它这样子咯 就可以了啦 OK 所以这个事情答案 原本是23568 所以我们称的就是 4610 12 16 所以 4610 12 14 16对不起 OK 收到一个 来同学们 说法可以吗 清楚更大 All good 嗯 来画一下画一下 我要move on多一点点啦 OK我们可以做更多就做更多啦 所以你看你跟我做越多呢 你在自己家里呢就做更少咯 对你要讲definitely好事来的 你要 你要show它 你要怎样show一个东西比较快 你要给你同样时间吗 OK 你要show它 为什么它 它是比较快 就所以你要同样时间 所以你的点的数量要一样的 你点double没有point呢 你的点是哪里算时间的 如果我们讲时间 你又double它 然后有point吗 明白 啊 Exactly OK 这个自己看上面diagram The length itself 这边你看到吗 2 3 5 6 8 原本的diagram是这样子 所以你这个原本的长度你要乘2 对没有自己写的 你是跟这里的 原本的长度 2个cm 3个cm 5个cm 6个cm 8个cm 所以乘2 所以你不是random的啦 like all random number No It's because他给的是 23568 那么我们全部跟他乘2 他就变成了 4 6 10 12 16 OK 就是你想看我们比赛跑啦 OK我们比赛跑啦 呃 你 你要怎样知道那个比较快 我给你同样的时间 你可以走更多距离 所以这里啦 因为他的gravity乘2嘛 gravity乘2就代表你的加速度会乘2 你的速度就会乘2 那么我的速度快了两倍哦 我的距离是不是跟着放两倍 放两倍 OK 简单啦 如果这样子不ok的话 我给一个最基本formula你啦 velocity s OK OK 时间 你fix 如果这个乘2 那么这边是不是乘2 That's why 你那长度全部都乘2 可以理解 来 可以move on了吗 我要往下走了啦 你还没有来不及 你来不及画我不得你咯 你screenshot下来 Go你慢慢自己画了OK 这种drawing 哎呀 你懂concept 你Go可以自己再画回的吗 OK 来 清楚 有问题没问题 move on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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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3 2 1 搞定 screenshot next 回来前面 然后tick a tick settle move on 什么 Linear motion其实讲真 我们直接塞问题吧 直接塞问题 OK 等下我教你 可是我要提醒一个东西啊 其实Linear motion呢 你有两种Linear motion OK 第一种我们叫做Horizontal motion 第二种我们叫做Vertical motion 就其实啦 所谓的2.3呢 在这边的 所以为什么我讲我们一起上 反正用的formula都一样 而你唯一的分别是什么 everything一模一样 你只要懂多一个东西不了 就是当你在freefall的时候 我们刚才不是讲到的吗 freefall的时候怎样 你的 Gravational acceleration 那个G啊 the value呢 要记得咯 多少 9.81ms 简的 OK 简单来讲就是什么呢 如果一个东西往下掉 它走Vertical的话 它的速度 OK 会增加 9.81 那那个要看 it has to depend because why have to看你的object 当时在怎样走 因为你想看 你 东西可以向上走 也可以向下走的吗 你可以走上去 你可以走下来 你可以走上去 你可以走下来 对不对 然后我问你问题啊 你丢一个东西上去哦 它会变快还是变吗 你丢一个东西上去 它会变快还是变吗 东西向上走 你想看 那object啊 如果我讲object啦 它是向上的话 我就问一个问题 你的gravity上还是下 gravity上还是下 我放一个g 那gravity没有理你的吗 它管你向上向下 向左向右啦 它一定向下的 对不对 那么你没有注意到 当你的object向上的时候 你是against它的 你是跟它作对的 有没有 那么gravity怎样 你跟它作对吗 它就把你拉下来哦 what does it mean 把拉下来 这个东西呢 它会result in negative 9.81ms 为什么 因为它令到你变慢 这样子可以理解 因为你跟它 你跟它不爽吗 你跟它opposite direction吗 当然它就有这个问题了 然后啊 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 这个 就比较容易 如果这个时候 我跟你讲 我的object alright 我的object 是向下的 还是一样 请问gravity 向哪里 gravity没有理你的吗 它一定是向下的 那么你看 现在 你跟gravity是不是做friend 你跟gravity是不是做friend 同样都向下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gravity就会帮你咯 什么叫帮你 它就变成了 9.81 negative 所以 positive啦 OK 所以如果你go against的话 你会产生一个东西 地心引力会把你变慢 如果你go along with gravity的话 那么 地心引力会令到你变快 OK 等下先 那个等下我讲 我懂你老师要跟你讲我的 你给我讲话先 OK我懂你 我懂你要问什么的 OK 那 首先呢 这两个听得明白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方法 其实讲的 因为这样子最容易明白 OK 因为它是用逻辑 去思考吗 但你会跟我讲 不对啊 我老师在学校不是这样讲的 他跟我讲啊 gravity无时无刻 都是negative 9.81的 那 这个东西呢 主要来讲是因为什么 它要你set 向下的方向 OK 向下的方向 是negative 所以这个东西呢 纯粹是为了要 改的时候方便 它要每个人的答案一模一样 OK 所以它改方便吗 其实讲成 我们physics positive跟negative 哪一种吗 加减哪一种吗 physics 尤其是我们讲velocity 或者accelerations 这些vector 你为什么会有 positive跟negative 这个东西是拿来 show方向的吗 然后呢 你看 什么意思 positive跟negative 重点其实在这里 negative呢 是for你用来show opposite direction的 你注意听我讲什么 opposite direction 我也没有跟你讲 negative一定是左边 negative一定是右边 negative一定是向上 negative一定是向下 没有的吗 因为什么叫opposite 我管你啦 你去左边 你的opposite就右边 你去右边 你的opposite是左边 你向上 你的opposite是向下 你向下 你的opposite是向上 听得明白 exactly so这个negative的东西 其实我们讲 最正确的答案 它是用来show opposite direction的 so what happens 你跟我讲 我学校老师 不是这样讲的 我学校老师教我 向下就negative 那么对他来讲 他set的那个方向 ok 他set的那个方向 就是 等一下 对他来讲 他set的那个方向 就是向下negative 那么你向上 自然就positive 可是我给一个example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看我这边有一个building ok 我从这个楼上面 飞下来 下去 ok let's say我讲 这个高楼是50米 然后他叫你算 他的时间用多久 这个这样做 然后当然 首先 你的gravity向哪里 向下对不对 然后你的距离 你走这个50米 你是向上还是向下50米 50米 向下对吗 ok好 向下 向下 我放s ok 然后 你会变快还是变慢 你觉得 我刚才讲的吗 你走的方向 跟gravity一起 你们两个做friend的话 会变快 对不对 所以这种做法 你是不是从头到尾只有一个方向 我整个东西 我如果往下跳的话 我是从头到尾只有一个方向 下 那如果你只有一个方向 你需不需要分方向 如果你只有一个方向 do you need any difference in directions 不用啊 对咯 等于不是everything possible 所以我直接说你了 ok so that你你你你如果这样子你不convince的话 我找一个空位我画因为我不够位置了 ok 这个不要我放这边了 ok你看啊 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 我从50米高楼跳下来 我就做suvat 我的s呢 我放50 我的u放0 final我不知道 a我放9081 然后时间我放问号 这个不用操 你看这边就好 我没有finalvelocity 用哪个formula s等于ut加1t2 我的s是50 我的u是0 然后加1t2 a是9.81 然后t2是我要找的东西 然后我把1t2搬去对面 我拿到100 等于9.81t2 那么我的t2是100除于9.81 然后我square root它的话 100除于9.81是多少 on calculator square root100除于9.81 我会拿到3.193 seconds 因为它是1927 ok 那现在你看啊 一模一样做法 according to你要的 有没有 你跟我讲 两位我老师讲到明啊 死死一定要negative for g 可不可以 可以 那么它的做法是什么 它assume了 你的 你的向下是negative so它的subout会变成这样子 suvat ok 那我的final不知道 然后我这边放negative 因为你老师讲要放negative吗 right 时间我放问号 u我还是放0 ok so这个问题怎样 我问一个问题啊 请问这个s啊 上二五十还是下五十 上五十还是下五十米的 那么你坚持你要向下是negative 那么你这个五十米是不是也像这样 then我是不是要放一个减五十给他 同学你这样子不是搞自己 做的话我们来是不是一模一样 s等于ut加二分之一at square ok negative五十等于0 加二分之一 negative九点八一t square 我把二分之一搬去对面 我拿到negative一百 等于negative九点八一t square t square等于什么 negative一百除negative九点八一 你有发现你的negative跟negative会割掉 然后你就会拿到t等于square root一百 除九点八一 那么我的答案跟我这样子做有差吗 and then你懂为什么 你搞这样东西出来 so that他可以后面cancel掉 所以如果你只有一个方向 不用放加减的 什么时候放加减 如果那个人是这样子 他被丢上去 那个我们放加减 我向上五十 那么我就positive五十 然后这边减 把这里的话 你看我proof了给你吗 对不对 有分别没有 答案是不是一样 当然如果你说我也不能 我老师坚持 他说如果不放减我就扣分 那么你做这个 然后我顺便交买你 这样子做 ok if你老师insist 他说我不理 我不管你外面补习老师叫你什么 我就是要放减 那么你做这个 因为毕竟改你考卷的是你学校老师 那么你总要都要回一下 ok 来 现在懂啊 现在 我往下走多一点点 我解释多一点点 所以我才做问题 因为问题 你可以做 ok 如果做不完的话 如果我们做不完的话 问题你至少答案可以参考 可是我解释比较重要 因为这样子你会更了解 这个chapter and then我通常会解释那些东西 就是你平时遇到最坑的地方 就是你最不明白的部分 so this is why I go true ok 这个可以吗 in the motion 我讲到很仔细啊 everything 有没有 我往下走多一点点 ok没有 大家 我明白 你跟我讲我老师 我的脑袋融了 你等多一下 你多半个小时才融好不好 你给我继续先 ok but so far ok 没有全部人 ohan ohan graph 又是另外一个最烦的东西 ok is there a gravity in pool 有 there is but you become smaller gravity in the pool 因为 你如果在水里面 你会有buoyancy 考试问题不会问pool的啦 因为如果他问pool啊 你的gravity不能够放九元八一的 yes because when we are in the water when we are in water or in any liquid 你在任何的liquid呢 你都有一个 我们讲的 buoyant force 就是浮力 它会令你变轻一点点 你想看你去游泳 你不是变轻的吗 you feel that right 你有没有感觉到 你在水里面 你会比较轻一点的 啊哈 so那个时候gravity就不会准备的吗 对了 so 呃 它不会问你pool了 你不用想太多啦 ok 这东西over定了 ok now like motion graph 首先我讲最基本啦 motion graph多少个 how many type of motion graph we have 三个 哪三个呢 哪三种呢 你会有st graph 你会有vt graph 然后你会有at graph 对吗 三个里面哪一个最重要 st vt at 那我这样子讲啦 我讲最重要啊 我没有说他一定会出 ok 把通常啦 这三个里面呢 st graph跟vt graph呢 考试出比较多是真的 因为at哦 他不是不会出 他很难出一个完整的问题啊 because at 他他太过 less information了 他不是说容易 他information太少 他不能够跟你讲太多东西 所以通常考试呢 比较喜欢出st vt 因为他可以一个问题哦 他问很鬼实的东西 but当然啦 三个你都要懂啊 三个你都要懂 他做法一样的啦 其实 他重点就是听 st vt比较重要 是真的 at不是不会出 只是比较少 ok 那 then我再summarize 简单一点给你了 motion graph呢 我需要你懂三个skill 你只要懂这三个skill 你就搞定好了啦 right 哪三种呢 第一 你要会形容那个graph 你要会describe那个graph 第二 你要会算那个graph 第三 你要会sketch那个graph 三个skill 不好的 describe calculate sketch and其实讲真的啊 当你会describe跟calculate的时候 其实sketch呢 就不是难题了 因为sketch是什么 sketch简单来讲 就是describe跟calculate 不好吗 right 什么叫describe 我给那个graph你 你跟我讲的做魔鬼 那么sketch就是刀转 不好吗 我跟你讲的这种魔 你describe给我看 你 你画给我看哦 所以其实describe的刀转是sketch 至于为什么会有calculation 因为有一些certain的号码呢 还要你算的 ok nowsketch它有一个好处 ok 你懂sketch跟plot的分别没有 sketch就是随便画 plot就是认真画 sketch就是随便画 plot就是认真画 plot就是你在你平时画graph啊 你不是要什么打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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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放scale的map 那个叫做plot sketch就是这也不用的 你只是需要mark重要的时间点 重要的point就ok了 alright now我再给简单一点了 describe哦 我给一个format你 你照制作 ok这样子包 我包你的考试哦 你的你的形容会很detail 很多时候你们有个问题是 你 讲A你忘记讲B 你讲C你忘记讲D right so我给一个完整的format你照着填 你会说哎我老师没有要求这样多啦 不要紧的你的答案更加detail 他一定不刻他不会给你错吗 我没有看过人家的 没有我没有看过人家哦 你答案太过仔细被扣分了 it's always你low东low西 那个是问题 所以为什么我跟你讲describe 要讲回答很简单的 每一次他给graph你 你问自己三个问题就可以了 everytime他给graph你 你问自己三个问题就可以了 哪三个呢 这边 ok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 那这算你看我准备这个short notes 你回家自己再读一下啦 ok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他有没有在动 is it moving or not 第二个问题就是他向哪里走 就是我们简单讲direction where is the object moving 第三呢就是how is the object moving 我们简单讲叫做pace啦 so简单你看哦 moving or not direction还有你的pace 然后你看那个答案 sample答案 你可以看到啊 the car is moving forward with constant velocity the car is moving backward with constant acceleration 你没有发现你的那三个问题的答案 你把它放进去 它就是你的完整句子 那么你这样子写呢 你就包完了咯 exactly 可是我要讲一个东西啦 direction这个东西呢 你根本提了 是不是每一次哦 所有东西一定是forward backward 你如果讲没有我 我老师叫我left and right的我 那这个方向呢 我只是general答案不了的 我没有说所有东西一定要forward backward 可以left可以right ok可以左可以右 可以向前可以向后没有问题的吗 right 你想看我们讲common sense啊 你 大lift ok 我最近我最喜欢用example for lift 因为lift最容易的 lift啊 方向怎样 如果我讲我大lift的话 你想想看 大lift 你 向前 向后 不会的嘛 然后它变什么 它就变成上跟下咯 exactly 所以那个方向呢 很简单的 你就是跟着感 如果它跟你讲lift 你不是上下咯 它跟你讲车 不是前后咯 如果它讲到明 这个车去左边 那么你不是用左右咯 这样子可以理解 嗯 那 我跟你构造一下啦 displacement跟velocity 你们最大的问题出在哪里 你的最大问题就是 你很喜欢 把st跟vt 跟我参在一起 你在st学到东西 你放进vt 那么当然错啊 它不通用的 为什么 因为stgraph呢 它说的是location 而你vtgraph 它说的是什么 是速度 ok st跟你讲你在哪里 vt跟你讲你在跑多快 所以决定方向的方法不一样 ok 决定很多东西都不惨的 那我这样子讲啦 我给你一个summarized version as well 方便你看嘛 对不对 那首先呢 你要记得几个重点 alright stgraph跟vtgraph的分别是什么 我讲一个最基本先 我们讲graph的道理 我们讲graph的道理 ok 那 你的graph哦 每一次是这样子的嘛 你会有y跟x 对不对 alright and then motiongraph呢 很简单的 motiongraph呢 基本上呢 它就一定是 fix了的嘛 你的x-axis一定放什么 motiongraph的话 这边基本上一定是放time了的 这边基本上一定放time了的 分别在于这边 你的y-axis改什么 那一个是s 一个是v 对不对 嗯 然后啊 同学你记得 一个重点就可以了 当我讲 如果我的graph 这样子什么意思 向上 啊不重要 直线然后不重要 我可以是curve的 你要你这样子也可以 你要这样子也可以 我的意思是 当你看到一个graph向上啊 代表什么意思 这是大家最容易犯错的地方哦 你一来 结果讲哦 这个轮子向上 它变快 或者这轮子向上 它要向前走哦 那 你要看 你的y是什么 第一 x不用理了的 x一定是增加的 当你的graph 轮子向上的时候 它的意思啊 the meaning of这个graph呢 就是代表什么 it means 你的y在增加 你记得 你的y在增加 这样子可以理解 嗯 什么叫y增加 那么你就要看 你拿到什么graph 你就要看你到底拿到什么graph 你如果拿到的是stgraph 如果你拿到的是stgraph 那么什么意思呢 这样子上去 这个的意思就是等于 那 ok呢 就是y增加吗 对不对 y增加吗 对不对 而你的y-axis 写什么东西 这个graph s增加 对吗 那我同学 什么叫做s增加 距离增加 代表什么意思 距离增加 代表 那这个呢 你就可以讲 你在向前走 ok when your s increase you are moving forward 听得明白 那么 如果我讲这个是vtgraph 如果我讲这个是vtgraph ok 这样子 这边搞一个 这样子 这个如果我看到我的graph 向上 代表什么意思 还是一样道理的 graph上去 就代表y在增加 可以理解 可是问题是 你自己看 你这个graph的y是什么 你这个graph的y是什么 y-axis也是什么东西 velocity吗 对不对 什么叫velocity 就是你的velocity在增加 什么叫velocity增加 同学 velocity增加是什么 你想想看 velocity在变快 只有一个东西 它叫做acceleration 清楚明白 所以哦 你不要每一次 那个graph一来 上去 变快 不是这样的 graph上去 要看 如果是stgraph呢 代表向前走 如果是vtgraph呢 代表在变快 ok 那至于怎样分方向 我直接跟你讲了 stgraph跟vtgraph how to分方向 stgraph跟vtgraph how to分方向 那如果是st的话 很简单 你看的呢 就是你的graph上下 ok 真的可以这样看的 如果 provided它是st provided它是displacement time 如果我的graph上去 versus我的graph下来 ok 那graph如果上去 不要理什么形状啦 弯啊 直都一样的 基本上graph上去 就代表什么 你在向前 如果graph下来的话 代表什么 你在向后 他只要我们讲up跟down 你看当时问题是问什么 所以如果你的graph是平的 懂什么意思吗 if yourgraph is flat 来同学 这个什么意思 这个 这个叫做at rest 为什么是at rest 为什么是at rest 因为 这里呢 是什么 你的s no move 没有改变 s没有改变 代表 没有在动 这样子可以理解 stationary可以当然 ad reststationary 一样意思的 so how to tell direction for stgraph graph上 向前 下 向后 平 没有动 how to tell direction for vt graph 其实vt啊 如果你明白 它更容易 为什么 velocity 我们刚才讲的了 怎样分方向的 我们刚才那个 souvat问题不是吗 how你分上跟下 你跟我讲 how我们分上下 你用positive 跟negative 对不对 所以literally how to tell directions 如果 我的graph 我的graph在 positive side i don't care what shape 你的graph 这样子 ok 这样子 这样子 whatever it is as long as 它在 positive的 side 看到吗 那我 highlight 部分啊 literally right 这里 整个东西 你不要理 那个什么形状 你不要理 那个什么形状 whether你的graph 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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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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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ever it is ok 只要在红色的地方 它就是向前 不用理它形状 ok 那个形状 哪里是什么 形状 纯粹是用来 show 边快 边慢 一样速度 ok 什么时候 我退后 当你的graph 在negative side 就是literally 这里的时候 下面呢 你不要理 什么形状 literally 就是在向后 可以理解 positive means forward negative means backward 听得明白 所以呢 这边是 这个什么意思 这个是 acceleration 因为 velocity 增加 这边是什么 constant velocity 因为velocity 一样 最后呢 这里是什么 这个是 deceleration 简单来讲 就是速度减少 清楚明白 that is how you tell directions ok now again graph 增加 要看 whether它是s 还是v 怎样分方向 for st graph vt graph 你just have to 看 graph上下 还是graph在上面 跟下面 听得懂 嗯 这个东西对你很好 很有很有很有很很很很很很重要啦 其实 所以你要你可以写下来啦 嗯 yes please write this down screenshot也可以 alright 那面包我去一个厕所先 为了你急掉 ok 你可以等我 你just 啊 写下来啦 ok 或者你要什么highlight 什么鬼都ok啦 那 两分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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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OK吗 大家说法可以 有问题可以问一下 OK 把没问题就好了 我给多一个 你给多一个分钟 这样我无法 那么你就自己帮我 什么 好 好 acceleration ok now 要什么时候放constant呢 你要看 如果我们讲btgraph ok 你的graph 如果只要是直线都concent 你不能够随便concent的 如果你要讲这个acceleration concent不concent很简单 只要看到strait line 你只要看到直线 就是等于前面可以加一个uniform 或者concent也可以 我讲过了 uniformconcent一样意思的 uniform也可以concent也可以 so uniform acceleration concent deceleration uniform velocity ok now this thing only works 听啊 only works for vt stgraph的话呢 这个是constant velocity 这个也是concent velocity 对 stgraph你不会知道它concent acceleration or not的 因为whether它acceleration concern 或者不concent都好啦 它的graph都是one的 对 所以直线的st就是uniform velocity 不了 ok 这样买给你啦 如果是straight line for st的话呢 它只有一个答案 它就一定是uniform velocity的 ok I mean不包这个啦 这个没有动嘛 这个还uniform什么鬼 都没有动了 uniform velocity forward uniform velocity backwards so你看 你根据我教你的format 你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就三个句子嘛 对不对 the object moving forward with uniform velocity the object is at rest the object is moving backward with uniform velocity now这个的话你看 the object is moving forward with uniform accelerations moving forward with uniform velocity moving forward with uniform decelerations ok 来 screenshot 3秒 2秒 1秒 Next move on 可以吗 往下走多一点点啦 ok啊 我拿走了啦 alright now 接下来 怎样做calculations now calculation很简单的 ok 如果它是真 如果它答案是uniform 而你没有写 它会扣分的当然 所以一定要会 对咯 你要完整答案吗 你不用说 如果我没有写怎么办 等扣分 很简单的 ok now describe 我讲你那三个东西 对不对 接下来是calculate 算啊 calculation怎样 很简单的 for calculations呢 我教你一个小小的shortcut 因为其实讲成 motion graph 你不用担心 again we are not using all the fancy formulas 我只是需要你懂 两个东西吧 alright graph 只会叫你算什么 听啊 motion graph只会叫你算 1 gradient 2 area that's all 1 gradient 2 area 那么当然你说 哎我哪里知道什么 所谓算gradient 什么说算 area 很简单的吗 我给这个shortcut你 ok 这个shortcut叫做sva shortcut 来不用抄 不用抄 我给你讲为什么 你不用抄先你看 alright 那他好像一个shopping mall 这样子 你说shopping mall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escalator 那为什么我讲escalator 因为他o escalator是e set的吗 对不对 你一边那个escalator 如果向下的话 另外一边会怎样 向上 你有没有看过 like你去shopping mall 他两个escalator全部向下的 或者两个escalator全部向上的 right 没有没有可能的吗 then 上好去的人怎么办 要怎样下来 你上去我就给你escalator 因为你来shopping的吗 现在你要走了啦 你要下楼啦 你自己跳下去啦 你走楼梯啦 没有的吗 so一定是e set的 ok 你总会有一边呢 他是向下的escalator 总会有一边 他是向上的escalator 那同学这个上下呢 随便你的 你要左边上右边下也可以 你要左边下右边上也可以 跟你讲 这样子不是很容易参乱 然后叫你个trick永远不乱 ok 你认真看那个向上的arrow 你管它在哪里啦 左边你可以 右边也可以 向上的arrow 从哪里开始 向上的arrow 向上的arrow是这一根那位 这个这个 从哪里开始 哪里开始 它是不是从a开始 然后上上去 那么这个a开始 会提醒你什么东西 它就会提醒你a4 你不要apple我啦 我教你physics 不是教你英语 a4 area 所以这个a会提醒你area 另外一边会是什么 如果右边是area的话 另外一边自然 它就是gradient ok 所以你用这个trick 就不会乱 所以你不用理了 到底在左边是右边 总之你记得向上的那个a 会提醒你a4area 就搞定了 那来再来 怎样用 你说这个我会画啦 怎样用 我给你的shortnose里面有 所以你真的不用抄了 同学 我给你的shortnose有 真的不用抄 什么我还跟你讲 它的每一个意思是什么 认真读过这个shortnose 对你拿帮助的 ok 那这个东西 你看我这个是倒转 我左边上去area 右边下来gradient 我讲的不重要的 哪里都可以 那个重点就是这样子的 你看啊 如果我们呢 有一个graph ok 这个是一个stgraph ok stgraph 这样子 首先你告诉我 这个是什么motion来的 你describe一下 what kind of motion is this 三个问题吗 我讲了 用我教你的方法咯 第一 有没有在动 number one moving or not 最重要的 always开始问这个问题先 moving right 有在动 只要你的s 有在改 ok 你记得这个句子啊 when you move your s will move 简单 所以你叫move your s 有没有 there you go so s 改变 就代表你向前 然后 as right s改变 代表你在移动 向前向后 我讲好吗 怎样看 stgraph很简单的 上去就是向前 下来 就是向后 所以这个我可以讲它moving forward with 怎样 直线 就一定是uniform 如果是stgraph的话 直线只有一个答案 它一定是uniform velocit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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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够想acceleration acceleration for st 它一定是1的 curve的graph不会叫你算的 你只是会叫你算 直线的graph 对 只有叫你算直线graph curve 我讲真 如果我讲 我叫你算gradient 你会吗 你都 你curve 所以会叫你算的graph呢 基本上 它就一定是直线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看 你讲它uniform velocity 嘛 它自然就会跟你讲 since你讲它velocity 那么 我要你跟我找一下 velocity是多少 要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呢 你每次看到motion graph 它叫你说any calculation 你就把那个sharker画出来 你就把你的sharker画出来 sva这样子 三层多吗 对不对 一边向下 一边向上 来同学 现在你跟我讲了 请问向上的这个arrow 叫什么名字 向上的这个arrow 叫什么名字 我叫你那个trick的吗 从a开始 所以它是area 另外一边呢 向下 如果area一边的话 另外一边自然 它就是gradient 这样子可以理解 然后怎样用 很简单 第一 你要决定你从哪里开始 你have to decide where you start 哪里开始 s 为什么是s呢 很简单 它给什么graph你 你就哪里开始 它给什么graph你 你就哪里开始 那么它给我s 我就从s开始 它给我v 我就v开始 它给我a 我就a开始 然后你看 你现在在这边开始吗 对不对 它叫你找谁 它叫你找谁 它叫你找v v在楼上还是楼下 v在楼上还是楼下 楼下 我要下楼 这个时候你想看 如果你要下楼 你要坐哪一个escalator 你要下楼 你坐哪一个escalator 你想看 上还是下 废话 那你要下楼吗 难道你跟我讲 没有啦 我走这个的 我平时也是这样子的 我escalator 我找那个向上 然后跑下去 i mean 我懂啦 你没有做这种东西啦 可是 正常人不会吗 ok 正常人是坐向下的escalator 去下楼的 那么你看 下楼找到v 这个下楼的escalator 叫什么 这个下楼的escalator 叫做gradient 就是说 如果 我有一个stgraph 它叫我找velocity 然后做什么 我找的东西 叫做gradient 听得懂 try多一次 try多一次 ok 那我放这边给你啦 等下一次过 你要screenshot 什么鬼都可以啦 那 what if现在哦 我给另外一个graph你 现在我的graph是v tgraph ok 然后我的graph 长这个样子 随便啦 不重要啦 ok now首先 what kind of motion is this moving forward with 什么鬼 直线 uniform先 y增加 代表什么 velocity增加 uniform accelerations 对啦 那么 这个时候你看 你acceleration嘛 然后问题就问你咯 哎 帮我算一下 acceleration 怎样找 那还是一样 什么都不用理 直接来一个sva先 ok 那shortcut画出来 这样子 可是现在哦 你要决定一个东西哦 就是 你从哪边开始 从哪里开始 你要从v开始 为什么是v开始 因为我 给的graph 叫做velocity time graph 可以明白 然后我在 问题叫你找谁 问题叫你找谁 他叫你找A A在楼上楼下 你要下楼 那么我要找的东西 叫做A 下楼的话 算什么 there you go 你还是一样 找的叫做gradient ok 那还有多一个东西了 这个问题还可以叫你找多一个东西了 它可以叫你找什么呢 它可以叫你找 我放这边啊 方便你看 它还有多一个问题呢 其实可以叫你找 s是多少 你讲你向前走嘛 那么你总会走距离啊 对不对 so what is你走的距离 s要怎样 那很简单的 这个也是一样啦 直接画一个shortcut出来先 right now again 我们从哪里开始 我们从v开始 可是现在问题叫我找什么 问题叫我找什么 它要我找的东西 那v开始是因为啊 你这边是v吗 它叫我找s s在楼上 我们上楼还是下楼 你要上楼的话 做哪一个escalator呢 右边的这个area 这样子可以明白 清楚跟到 everybody so你看你每次用这个方法 你就不用烦了嘛 你考试 你画在个b罢了 你对着看 你不用 我根本就不需要你想 我直接 you know 就是可以你用这个方法去算 对 curve的vtgraph是increasing acceleration 没有错 就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它叫做increasing acceleration 可是那个不会叫你算的 它最多啊 停在describe 对 ok now you can do that for你的atgraph as well same thing anyway 嗯 那我来自己 做一个screenshot so方便你自己看啦 等一下 来说发 这边听得懂 可以吗 有问题 没问题 ok 清楚 no啦 curve的话 curve的话 不会叫你算的 我讲好的 它会叫 所以考试长处的是直线的graph curve其实就很还好 他最后将你行动报咯 嗯 ok ok 可以move on 多一点点 好了啊 我拿走了啊 我拿走了啊 no ok 你是说哪一个graph 你要问的是哪一个graph 为什么 你问我why is acceleration is curve 你refer to st 什么 那 acceleration为什么 stgraph是curve 很简单的吗 你想看 你变快哦 你走的距离会变多还是变少 你走的距离变多变少 是不是有点多的 那么我随便放给你啦 你想看啊 这个是一秒 这个是两秒 这个是三秒 这个是十秒 right 所以一开始咧 可能我一开始走的距离比较少啦 我走可能 我们走一个meter吧 然后第二秒 我走两个meter 第三秒 我走 呃呃呃 这样子啦 可能我这样子 然后第三秒 我走 更多 第四秒 我走更多 这个时候你看 你把这些point哦 结合在一起来 它是不是弯的 啊 所以为什么是curve 因为你走的距离越来多 ok 所以为什么 stgraph 如果是acceleration的话 你就会变成curve啦 你看这种情况是 每一秒走一格 每一秒走一格嘛 所以为什么 他讲uniform velocity咯 你看 每一次我走一个meter 不了 一个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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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直接 啊 那为什么 是escalator的concept 因为你不用担心 很多人就问这个 哎 会不会啊 他给我stgraph 叫我找A的 不会 你 我问你啦 你有没有escalator哦 从二楼直接下ground floor的 他是不是二楼先到一楼 一楼才到ground floor 啊 所以咧 不会有这种问题 你不用担心 他一定是 dump 下去 没有了 或者是这边 dump 下去 罢了 so一定是上下一楼 不会直接飞二楼的 ok 没有这种问题的 所以stgraph啊 简单来讲呢 就只会叫你找v vtgraph呢 是最难的 为什么 因为可以上楼 可以下楼 对 所以为什么vtgraph 它可以叫你找gradient 它也可以叫你找area whereas 如果是stgraph的话呢 它就只会叫你找gradient 这样子你听个明白 ok 清楚 还有谁有问题吗 anyone else has any other questions 我还有一点点要搞定罢了 其实我懂我懂现在三点了对不起 ok 你给我搞定先 这份东西呢 答案 ok 我讲清楚几个东西先 extra的notes呢 回去读一读 我写到很仔细的 因为我expect 有一些东西 你们要自己读的 alright 第一 答案呢 如果你是我学生 我post在google classroom 方便你找 如果你不是我学生的话 你去 ttc的website 那个i want soft copy notes 里面有一个google drive来 它会有notes together with答案的 之后我会upload你不用担心 之后我会upload ok 我会放在那边 right 那再来呢 还有多一个东西呢 我稍微讲一讲 ok 那 一些人说 我刚才不小心blur掉去 我好像忘记你讲什么了 或者我讲 我半月才考试 我现在上了google 我忘记 那你可以 去我的youtube channel的 这个recording呢 我放在youtube channel 方便你自己去找 ok 因为我明白了 很多时候你说我一次过听两个小时 我的脑装不进 我需要再revised 我需要再看过一次 ok 有没有recording 不需要跟我要什么 我们这种简单的 i know 麻烦啊 pmpmpm forever 简单来讲呢 你要做东西就是 你只是需要去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ok 给我打开广告了 ok 这个里面呢 我放在那边 嗯 然后哦 其实这个youtube channel呢 里面我有放去年的seminar video 去年我教chapter1 所以如果你说chapter1我要看一下 可不可以 那边还有video可以看 所以你自己去找一下 嗯 然后你自己看哦 form4 form5 ok ma就是not available 就是没有这个东西咯 它的gradient是没有意思的咯 然后area就是没有意思咯 啊 所以哦 that's why我讲 stgraph只会教你算gradient 啊 vtgraph呢 会教你算gradient and also area 然后如果是atgraph呢 只会教你算area 因为你看你在这边啊 你楼下没有人的吗 你在这边你的楼上没有人的吗 所以就只会下楼跟指挥上楼咯 可是你看这个你可以上楼可以下楼 这样子意思 ok 来到这边为止 说法ok没有全部人 我希望大家今天有学到东西了 ok 嗯 那么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到这边啦 因为我也不要拖你太久了 ok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考试加油了 ok 嗯